問一下這個洪醫師 同一時間陳時中今天證實台灣零確診 這個很珍貴很難得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接二連三 大家觀察到最近這一波主要的確診 都來自境外 特別是這一次 來自境外的幾個常居國外的人 最終 那這個確診了回台灣就醫 然而最後全民買單 台灣社會事實上也檢討 這個制度的漏洞 那這一次的問題就是說 有一些是我們的留學生 旅外的人士 他們還是會本來就是短暫出去的 但是好像有一個案例就是393 他是完全旅居海外30年沒有回來 所以他回來說 大家發現說他連健保身份都沒有 這是一個很誇張的事 因為這些旅居海外的人 他們的健保身份是第六類保險人 他們一個月繳不到500塊錢 那他們大部分的人 就是繳著這400多塊錢 然後每年就定期回來做這個身體的維修 我們台灣是醫美進場維修 他們是海外飛回台灣來進場維修的 那這樣子的狀況呢 其實我們一直都知道 可是你會發現說政府不管是哪一個政黨上去 他們似乎都沒有很要大力的來改革這一塊 那之前在選前啊 這個某一位立委朋友在臉書上就分享說他有一個海外的友人 這一次跟他講說他在國外已經十幾年沒回台灣了 這一次他一定要回來投下這神聖的一票 那他說他個人感到非常的感動 但是我就在下面留言就說 如果有一個人他在海外十幾年沒有回來台灣做任何的貢獻的話 那他憑什麼在這個時候還可以回來台灣 有投票權 有投票權 我覺得台灣社會這一次不要只做假的去中國化 把華航的中國拿掉 你真的要台灣化本地化 你很多政策給我正面面對 第一個正面面對叫做 一生沒有在台灣繳稅的人 請問要不要享受台灣的社會福利 要不要享受健保 我很介意這件事 我們一生如果計算年金 現在勞保跟這個軍公教改革之後 譬如說軍公教的相關的成員 他事實上已經拉長到可能十年的平均的 這一個退休前的所得 然後來換算他的年金跟所得替代率 那由於他有所得 由於他有繳稅 由於他有繳保費 所以我們換算了一個年金的替代率給他 合不合理 我們都還可以再討論 然而是有貢獻 所以有福利 那台灣社會要不要認真的來對 如果有人不管他是誰 不管他政治傾向是什麼 他一生或者他過去十年沒有在台灣繳過一毛稅 那請問要不要給他長期使用健保 用到老用到死 我覺得這個很尖銳 對但是大家來定義 以及全球對於醫療保險都有嚴格的定義 台灣不要裝死 特別是這一次更不要裝死 對因為台灣的醫療一直 應該說我們的醫療 這個界一直被長期的剝削了 所以我們已經失去了很多 應該發生的一些管道或者是一些觀念 台灣台灣的醫師自己有時候都不小心 如果碰到外國人來 要去charge的時候 我們那個價格都不曉得該怎麼寫 因為我們健保有些制度很奇怪 比方說他規定說如果自費 你要訂一個自費價格的話 他不可以超過健保價的兩倍 OK 那可是我們有時候價格是人家國外的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就算你充個兩倍 人家也是五分之一的價格 不痛不癢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對我們台灣的醫療是發展非常的不利 而且非常不公平 因為他壓縮了醫療的資源 跟醫療的薪資所得 他甚至壓縮了我們的用藥 是的 所以我希望說這一次至少 大家如果說 因為其實之前黃安事件 大家要修China 把華航改名的同時 拜託給我健保的配套方案給我提出來 大家不要做表面功夫 就是說你把華航的表面的那個名字改掉 然後你很爽 你表面功夫改了OK 好OK我給你拍拍手 那請問你理直要不要趕 這擺明了就是一個理直嘛 那今天固然是一個特殊的傳染病 大家可以全民買單 那全民也都忍耐也都包容 然而我們要一輩子的無限制的買單嗎 不可能啊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這樣一直做下去的話 我們的醫療只會越來越萎縮 我們現在其實很多的醫療 都是靠自己的醫師 在用自己的一些方法去繼續跟上世界的腳步 但我們也知道說 如果這個制度不改革的話 台灣的醫療將來有一天會因為這個晶圓資源的不足 會被世界拋在後面 所以你也感受到這一次台灣的醫療固然品質跟效率非常的好 然而事實上從整體社會的貢獻跟這一個整體社會的支持來講 這裡頭確實有很大的不對的 落差非常的大 就是說我覺得所有納稅人都應該認真思考 那尤其是中華民國政府這一次事實上也沒有多麼減免稅 中華民國政府這一次的紓困方案 那其中一個部分是呢 繳稅可以從五月底延長到六月底 可是我作為一個納稅義務人 我仍然要問這個社會 跟問財政部跟問健保局 請問你要不要好好管控你的預算跟你的資源 我們稍後回來